嘿是的 我是一德拉 今天來介紹 這周T1套牌一張聖娜 足以改變所有的環境嗎? 一樣順序不代表強度 只要你心目中最強的套牌它是T1 這只是我個人的主觀分析 我們出發 接下來介紹第一套套牌 介紹第一套套牌先說聖娜 只要是圍繞著聖娜的小牌 都勝率都是非常高 基本上是前五左右 但是我希望牌組總會多一點 所以只拉出一套聖娜來特別講 那我比較想要介紹的就是這套女法官聖娜套牌 這樣子跟聖娜跟女法官搭配以後 我們這個男法官還有我們的Sage 然後我們的鎖區 鎖區砲彈又可以連動在一起了 這十張的話會有三張都可以達到降費的效果是十分的 喔不對是四張都可以達到降費的效果是非常的OP 還可以站人家格子還可以在第四回合 主要是說前面這個前三回合體系是圍繞著聖娜 然後女法官四回合以後 我們主持鎖區其實對手壓力太大了 因為我們這邊還有葉曲的連動喔 葉曲移動到教授的位置 鯊魚移動到教授的位置 聖娜放到教授的位置 讓這個鎖區砲彈越來越OP啊 你只要成功的鎖到一區 然後加戰力最後一回合砲彈被他打掉 是非常的強 儘管說現在越來越多人會防砲彈了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你一疏忽掉 你這個砲彈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尤其是在對手後攻 或是說我們是後攻的時候穩定的砲彈直接滿炸爛的 所以是非常的OP 藥燒了有燒了 藥攻擊有進鎖攻退殼守啊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OP的 一個聖娜主要改變整個環境喔 那如果說什麼聖娜太OP嗎 我們還是有一個抗衡的道牌 就是我們這個納摩拉 納摩拉當初被大家敵笑 這是一張娛樂牌啊 但是我自己玩下來 其實是一張實力兼具娛樂的套牌 因為只要你跟好的牌搭 看我單獨跟夜行者跟那種沙爾搭配 然後呢我們T4王T5直接納摩拉的話 這個單卡的架子13攻12攻 是非常的噁心 就是說任何單卡都是可以的 還有鋼鐵小子穩定到複製上 所有的大牌都是非常的有用 除了複製到回身 但是一個回身架在那邊也是很OP的喔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一個側翼打法 我覺得目前是側攻的牌組裡面 目前是最強的 要說怕教授嗎 也沒有怕 如果他所亂所異區 你這個側攻能力還是有的 然後我自己直播今後會打了好幾場 勝率高達100% 雖然說只有12場啦 也不能說100%大概90幾%啦 12場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除了一想不想玩聖娜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你看到我們這邊喔 沒有水智以後 之前那個水智太噁心了 沒有水智喔 SAGE其實又被融生成T1等級的套牌喔 我覺得就跟我上次去預言的差不多 自己爽一下 我事情上次講的差不多 只要沒有水智 這個SAGE就是非常的強力喔 第三個套牌還是我們這個閃爍水智套牌 水智說不能玩了嗎 其實不會 還是可以跟我們這個閃爍去做搭配啊 只是說這一套牌喔 其實難度其實還蠻高的 也吃觀念 呃 主要觀念說我們格羅 只能穩定的打中右區 所以在前期孤長的時候要引誘對手 盡量到中右區 或是讓引誘對手的所需 對手的所需教授 讓他在中右區 我們這個格羅可以去防止這個傷害喔 還有我們的這個水智啊 T5的時候 拿到T6的時候 還要去看你的牌度 說我要閃爍的話 一定要穩定的可以換到 紅浩克或是萬次王 這套牌是需要熟練的喔 但是有一個好處啦 就是說如果你手牌沒有拿到紅浩克 沒有拿到萬次王 你T5水智 T6是不是就是一定知道 我可以拿到大牌的話 一定可以拿到這些大戰力 那就真的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個 紅浩克或許你沒有紅浩克的朋友 可以換成一張大戰力喔 12攻 14攻 或是功能牌 我覺得都是不錯的 不一定要說一定要紅浩克 然後前期這個也有時候 轉場能力 可以喬息對手震盪 或是這個夜群 震盪其實我覺得 他的價值也蠻高的啦 就是也 其其效果其實真的是非常強 有時候會忘記這張這張牌喔 轉場地啊 轉個文明酒吧 轉個虛無啊 都是非常OP的 我如果你沒有聖娜 還是可以玩這個套牌 一直圍繞著聖娜講 但是我覺得就是 除了聖娜以外 其實還是有很多不錯的好牌的喔 強了4個月 將近5個月的海拉 其實我沒有那麼想要介紹海拉 但是海拉還是一個 我覺得如果你是說你在 想要接接美的任務啊 不用動腦玩遊戲 想要對對劇 然後我想要幾個任務的話 我覺得海拉還是非常的OP喔 但是我已經想要爛掉啦 三王刃 只要沒有砍到海拉 我們繼續打 那如果我們不小心 海拉被砍到了就下一把喔 繼續靠賽 然後不斷地snap喔 去鑽去打頭疊怪 你們不覺得打海拉就是說我要挑戰海拉嗎 我常常是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今天要挑戰海拉 然後結果他一個大海拉 我服從在 服從起來喔 整個場面我就輸了 就輸了對方8分 所以我常常會去撞拖鐵的海拉 但是我相信就是大家就是太討厭海拉了 他們覺得打海拉就說 我就想要挑戰這種強盤 對啊 我覺得海拉就是這樣喔 我覺得還是趕快把這個海拉改一改吧 我覺得海拉還是太強勢了 簡單暴力 或許啦 有一句話這樣講的就是 有人說海拉就是唯一新手可以 克制老手的套牌 嗯 是嗎 你們說看你們對這個海拉套牌 強勁將近半年的感想吧 第五套套牌 抓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 在這個大環境上做一個反制裝的套牌喔 宗師黑鷹石頭人喔 那我覺得 覺得看起來這套是還不錯的 因為每一張幾乎都有揭翅效果 可以跟我們的宗師搭配 就不管石頭丟宗師 大石頭 宗師 黑鷹 或是吸收人喔 那這套牌本身就是打控制的喔 打一個操作的 例如說我想要在T4的時候 打上氣在左邊把牌拆掉 T5 T6的時候再用宗師 或是宗師加吸收人 我覺得或是吸收人加宗師 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秀的操作 那說戰力的話 其實真的偏低啦 因為這個 變相來說是來打這個META的喔 反制牌需要去大量的技術 你看有隱王 隱王又可以打我們宗師 又可以打我們吸收人 我覺得就很秀啦 如果你秀大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第六回合打個大combo 操作或許有個奇襲作用喔 在現在的這個聖娜加工 恩吉他加工等等的 不管是加工套牌的話 這些牌也是有影響力的 而且也有騷擾能力啊 石頭 我覺得石頭在這個版本 石頭這個版本一直都很強 只是說黑鷹喔 以前是4倍喔 變成5倍的話 變得沒有這麼的優秀 沒有這麼的優秀 如果還是4倍的話真的是很強 或是說5倍零攻之類的 那我相信不可能啊 如果5倍零攻的話 然後又回到黑鷹版本吧 我相信 好 那就是我真是自己上次 本週 T1是這5套分享給大家喔 那我覺得 越來越多新卡 有回歸 還是一樣 MALOSNAPE 我回歸這個左牌水準 那我們隨機主牌 不要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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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終於沒有給我腦波了 給我的傳統摧毀了 下次來隨一下摧毀了 好久沒玩 摧毀了爽一下了 好 我是CD奇的 我們下次見 掰掰